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工和机械能的高频考点特训 好了,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先来看第一题 说这个无人机被应用于诸多领域 那么如图所示是一款四亿的无人机 然后在无人机匀速上升的过程当中 对其分析正确的是哪一个 当无人机匀速上升 记住它是匀速上升的过程中 对其分析正确的是哪一个 A说什么呢,说质量增大 它匀速上升,质量就增大吗 不会吧,是不是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你不会因为你位置的改变 我质量就变了 质量是物体本身的一种属性 它只跟物体所含有物质多少有关系 好,下一个呢 说动能增大,增加 动能会增加吗 影响动能大的因素是什么 两个,一个呢是速度 另外一个呢是质量 这两个因素呢会影响到动能大小 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啊 这个速度是不变的 为什么不变呢 因为它匀速上升的 匀速上升的吧 速度不变 对吧 那质量它也不变 无人机的质量它也是不变的 那所以说呢 动能大小呢 它也不变 动能它也不变 对吧 然后呢 所以说动能增加就错了 C说什么呢 说重力势能增加 这个重力势能增加 你说对不对 重力势能增加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因为影响重力势能的因素是什么呢 影响重力势能大小的因素 第一个呢 就是高度 被举的高度 第二个呢 就是质量 物体的质量 这两个因素呢 会影响到重力势能的大小 对吧 那么你还知道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 你看重力势能呢 它这个高度呢 是增大了 对吧 因为它是匀速上升的 你发现了吗 它不匀速上升的吗 那高度不增大了吗 对吧 质量呢 质量是不变的 是吧 那所以说重力势能呢 它也增大 重力势能增大 对吧 所以说C选项呢 是没问题的 C是正确的 那么四号D呢 说机械能不变 机械能不变吗 在这里面 机械能不变吗 机械能是有变化的啊 因为我们讲 机械能等于什么 机械能呢 等于动能 再加上势能 对吧 你动能是不变的 咱们刚说完 动能不变 你势能呢 势能是增大的 重力势能增大 那所以说呢 机械能呢 也会跟着增大 对不对 也增大 也增大 对吧 机械能是增大的啊 不是不变的 机械能会增大 好 然后呢 咱们接着往 我看你们啊 接着往下一个 选择C C选项啊 下一个 第二题 说两次呢 水平拉动同一个木块 水平拉动同一个木块 同一个物体在同一水平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 那么两次物体的运动的路程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呢 如图所示 那么下列判断正确的是哪一个 好了 两次水平拉动同一个 同一个物体 是吧 同一个物体 然后呢 在同一水平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 那么两次这个物体呢 两次呢 这个物体运动的路程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好了 那么呢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说 两次物体的运动的速度呢 第一次要小于第二次 那你比较它们速度快慢呢 咱们怎么比较呢 比较速度快慢呢 有几种办法 三种 对不对 相同路程比时间 或者相同时间比路程 或者是直接用速度公式来算呗 对吧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啊 相同路程比时间 路程呢 我都取是0.6米 对吧 然后呢 谁用的时间短 谁速度快 你看第一次呢 拖动这个物块的时候呢 拖动0.6米 我用了6秒 第二次呢 拖动这个物块的时候呢 拖动0.6米 我用了12秒 那很明显吧 谁用的时间短 谁速度快 对吧 那肯定是第一次速度快呀 对不对 你同样都是 拉动一个物块 对不对 拉动是再拉动0.6米的一个距离 对吧 你用了6秒 那速度快呗 你用了12秒 速度慢呗 对吧 所以说第一次的速度呢 是大于第二次速度的 来说这A是错误的 A是错误选项 他说第一次小于第一次 第二次速度错了 那么B说什么呢 两次物体所受的拉力呢 是第一次要大于第二次的 这个拉力怎么去分析呢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画图 这是放在水平面上这个物体 对不对 同一个物体 然后呢 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做匀速执行运动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呢 他受到拉力 第一次呢 受到拉力是F1 是吧 受到一个拉力 然后呢 在这个水平面上呢 做匀速执行运动 做匀速执行运动 对吧 那么他还会受到一个什么力呢 摩擦阻力 对吧 我们水平面呢 会给这个物块一个 向左的摩擦力的作用 这是什么摩擦力呀 滑动摩擦力 对吧 滑动摩擦力 大有点什么呢 等于物体恰好 做匀速执行运动时 所受到外力 对吧 因为现在是个平衡状态嘛 水平方向受平衡力 摩擦力就等于这个拉力F1 对不对 摩擦力就等于这个拉力F1 对吧 因为它是平衡状态嘛 对不对 匀速执行去拉动这个物块了 对吧 做匀速执行运动 好 然后呢 那么我们再看看 后来呢 拉力呢又变成F2了 对不对 他一共拉了两次 第一次是F1 第二次是F2 第二次拉力变成F2了 那么这个物体 还是受到一个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 还是等于什么呢 还是等于拉力 因为第二次他做的 他也是匀速直言运动 对吧 他两次做的都是 匀速直言运动 所以说呢 第二次这个拉力 他跟这个摩擦力 他也相当 说老师那摩擦力不变吗 摩擦力不变吗 摩擦力确实不变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讲 影响摩擦力大有的因素 影响滑动摩擦力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有的因素 有两个 一个是压力 接触面间的压力 第二个呢 是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接触面粗糙程度 对吧 但在这里面呢 你看看 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 对吧 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 对不对 这个同一个物体 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那你看他这个压力 肯定是不变的 而且接触面粗糙程度 他也没有变化 那所以说呢 滑动摩擦力 他也就不变 对吧 那第一次的拉力 等于摩擦力 第二次拉力 也等于摩擦力 那么滑动摩擦力呢 也没有变化 那就说明了 两次拉力大小是相等的 对吧 说明这个F1 是等于F2的 两次拉动这个物块呢 他这个拉力大小是相等的 对不对 都等于这个摩擦力 因为摩擦力 是没有变化的 对吧 好了 那所以说呢 B也错了 他俩应该是相等的 那么C说什么呢 说0到6秒 两次拉动物体 所做的功 W1大于W2 这个对不对 0到6秒 两次所做的功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说W1大于W2 拉动物体做功 0到6秒 你看0到6秒 这是0到6秒 这段距离 这段时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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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力对物体所做的功 咱们讲水平拉力做功呢 咱们用W等于FS 这个公式 来做题 是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知道 拉力是相同的 两次 拉力都等于摩擦力 拉力相同 是吧 那么你看 0到6秒 谁走的路程长 谁做功就多呗 是不是这么情况 那你看 第一次走的路程长 还是第二次走路程长 是吧 0到6秒 第一次走的路程到哪了 到这 0.6米的位置 对不对 第二次走的路程呢 在这 0.3米的位置 0.3米的位置 对吧 那么还是第一次走的路程长啊 是不是 第一次走的路程长啊 对吧 那所以说呢 第一次呢 做的功 更多 第一次做的功更多 对吧 因为拉力相同 谁走路程长 对吧 谁在拉力动下 运动的路程越长 对不对 他这个做功越多呀 对不对 那好了 那所以说第一次呢 做的功呢 是大于第二次做的功的 那没有问题 对不对 C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再看D 说0到6秒呢 两次拉力对物体 做功的功率 功率呢 是第一次小于第二次的 对吧 功率怎么求 功率 单位时间之内 所做的功 对不对 W比T 对吧 如果是0到6秒的话呢 时间是相同的 什么 时间相同 时间如果相同的话 那谁做的功越多 那么谁的功率 不是就越大吗 相同时间 你做的功越多 你的做功速度越快 对吧 你做的功速度快的话 就说明你功率大呗 功率呢 就是表示物体 做功快慢的嘛 对不对 那么好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 第一次做的功多 对不对 第一次做的功多 时间相同 第一次做的功多 然后呢 所以说第一次呢 它这个功率 它就大 相同时间 你去比较物体 做功多少 对吧 你做功多的 肯定是 做功快 那是不是啊 做功快的话呢 意思你就是功率就大呗 因为功率 就是表示物体 做功快慢的 好了 那所以说呢 我们选什么呢 可以吗 这个呢 我们是 四号D也是错误的 是不是 因为第一次的功率 要大于第二次的功率了 第一次比第二次做功快 然后呢 选择的是 C C选项 C选项 然后呢 接着我们往后看 接着往后看 下一个 第三题 说质量为M 质量为M的一个小环呢 是不是这有个小环 看什么呀 质量为M的一个小环 然后穿过固定在光滑的曲杆上 然后呢 从某点A 然后静止开始释放 沿着这个曲线运动 如同所示 不计空气阻力 那下的说法中呢 正确的是哪一个 质量为M的一个小环 穿在固定的光滑曲杆上 然后呢 在某点A 静止开始释放 从某点A 静止开始释放 然后沿着这个曲杆运动 如同所示 还不计空气阻力 然后下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他说光滑呀 就是理论意义上的 绝对光滑 对吧 只要提到光滑 就是理论意义上的 绝对光滑 意思这个小环 在这上面运动的时候呢 在这个曲杆上运动的时候呢 他不受摩擦力 既不受摩擦力 也不计空气阻力 那就没有阻力呗 是吧 A说什么呢 说只要这个A点高于D点 只要这个A点高于D点 小环就能达到D点 你要知道啊 D点在这个位置 对吧 只要这个A点高于D点 小环就能达到D点 不对吧 你这你不管怎么样 你得翻过这C点嘛 对不对 你别忘了 这还有C点呢 对吧 然后呢 假如说咱 咱画条线啊 画条线 假如这个小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自由下滑 你就一定能到D点吗 那不一定吧 是不是 他根本到不了 根本到不了 因为他顶多能到这个位置 他顶多能滑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说你记住啊 A点高于D点的话 那小环呢 不一定能达到D点的 他也达不到 他只能上到这个位置 上到等高的这个位置 对吧 只能上到等高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你要想达到D点的话 你怎么着 你得翻过这C点嘛 那所以说这个小环呢 他怎么着 也得跟这个C点 也得等于 或者是高于这个C点 他才能到达D点 对吧 所以这个小环呢 他应该是等于 或者高于C点 才能到达D点 对不对 你在这个D点这个位置 就是相同 等高的位置是不行的 他翻不过去 对吧 因为D线接能是守恒的 然后呢 咱们接着往后看啊 接着往后看下一个 说 若小环呢 若小环能达到D点 那么离开地点以后呢 将数十向下的去运动 这个不一定啊 你如果说小环呢 到达这个地点了 对吧 他就马上是数十向下运动吗 他不是那么回事 他应该是沿着这个CD的方向 沿着CD的方向 往下滑一段距离以后 然后再数十向下运动 他具有惯性啊 人是不是一切物体都具有惯性 他要保持自己原来的运动中的不变 他要沿着这个CD的方向呢 继续向前滑动一段距离 然后再数十向下运动 他不是马上就数十向下运动啊 是吧 嗯 好了 所以说呢 这个也错了呗 嗯 C说什么呢 说小环呢 从A点到D点呢 重力势能一直减小 那么机械能不变 从A点到D点 从A点到D点 重力势能一直减小吗 那不是啊 我在BC一段BC一段的时候呢 哎 我发现在BC一段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动能转化成重力势能 重力势能是增加的呀 对不对 重力势能不是一直减小的 那这句话错了 对吧 那机械能不变 这句话没毛病 哎 机械能是不变的 因为在整个的运动过程当中啊 哎 在整个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只有动能和势能发生转化 那所以说机械能不变 这个这句话没问题 但是重力势能它可不是一直减小的啊 在BC一段呢 重力势能是增大的 然后呢 我们再接着往看啊 说小环呢 从A点到B点都能一直增加 机械能不变 对了 从A点到B点啊 从A点到B点 这段距离呢 是从从A点到B点呢 这个是重力势能 哎 转化成动能 所以说都能增加 都能增加 但是机械能为什么不变呢 因为你看首先呢 它是光滑的 哎 光滑的 没有不受摩擦 对不对 然后再就是不计空气阻力 说明从A点到B点呢 只有什么呀 只有动能跟势能之间发生转化 并没有说其他情绪能的参与 没有对外做工 外界物体也没有对对小环做工 对不对 机械能是守恒的 机械能不变啊 好了 所以说你刚刚选择四号地呗 下一个啊 四号地 OK 然后呢 下一个我们来看看啊 第四题 说 柔图为一名举重运动员 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啊 然后做停举 连续的一个动作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的一个几个状态图 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是哪一个 嗯 A说 从发力到上拉 这个过程中呢 运动员是不做工的 他怎么不做工呢 你从发力到上拉 你发力的话呢 你向上给这个 是不是向上给他拉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你看看 他是不是有距离啊 有距离啊 对不对啊 这个杠铃呢 在力的方向移动着距离 对吧 你看原来杠铃在这 现在杠铃在这了 对吧 然后呢 也是在力的方向移动距离 所以他是做工的啊 哎 做工的不是不做工的 然后B说什么呢 从上拉到翻站 这个过程中呢 运动员不做工吗 从上拉到翻站 上拉到翻站啊 你看看啊 上拉到翻站 物体移动距离了吧 移动了 是不是啊 哎 人给这个杠铃一个向上的拉力 对吧 人给杠铃一个向上的拉力 然后杠铃呢 从这个位置走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拉力方向上也移动了距离啊 那所以说他也做工了呀 哎 也做工了啊 好了 也做工了 对吧 首先你有力 而且呢 物体得在力的方向上呢 移动距离才行 对吧 然后下一个 从翻站到上挺 哎 从翻站到上挺 然后呢 这个过程中呢 运动员对杠铃不做工 翻站到上挺 我们来看一下啊 翻站到上挺 翻站到上挺 首先呢 人给这个杠铃一个向上的推力 杠铃从这个位置走到这个位置 他们也做工了嘛 也在力的方向上移动了距离 是不是 他也是做工了的 是不是 他也做工了 好了 那所以说呢 那这个也是不对的 做工了 好吧 那四号第一说什么呢 说举着这个杠铃啊 稳定的站立的过程当中 那么运动员对杠铃不做工 这个是对的 对吧 你这个稳定站立的过程当中呢 有没有力 有力 哎 人对这个杠铃有个向上的推力 但是 劳尔无功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 虽然说有推力 但是我杠铃在这个位置 固定不动啊 没有在力的方向上移动距离 有力没有距离 对吧 你不劳尔无功吗 对吧 哎 所以说呢 咱们那个四号D是正确的 四号D是正确的啊 好了 有力 但是没有距离啊 是吧 然后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 海南的一道中考题 说如图所示 用大小相同的力F 用大小相同的力F 然后呢 作用在质量不同的 作用在质量不同的物体上 他们分别呢 在同一水平面上 沿着力的方向 移动相同的距离S 沿着力的方向 移动相同的距离S 那么力F呢 所做的功 分别是W1W2 那么W1W2 他们的大小观影怎么样 大小观影怎么样 咱们再分析一下啊 用大小相同的力F 作用在质量不同的物体上 对吧 这个质量 是这个质量的两倍 对吧 然后呢 使他们分别在同一水平面上 沿着力的方向 移动相同的距离S 那么力F呢 它所做的功 分别是W1W2 那功的大小关系怎么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水平方向对物体做功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用什么公式啊 W等于FxS 用力乘以物体在力的方向上 移动的距离 对吧 然后FxS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力是相同的啊 大小相同的力F嘛 是不是啊 大小相同 力是相同的 对吧 移动的距离呢 也是相同的呀 那功就相同呗 那做的功就相同呗 跟物体的指令有什么关系呢 跟物体指令没有关系啊 对吧 所以说呢 那是相同的呀 B选项 对吧 B选项啊 你看力相同 移动距离也相同 对吧 那所做的功就相同呗 因为W等于FxS嘛 对吧 你力相同的 在力的方向移动距离也相同 是不是啊 那你功就相同呗 是不是啊 好了 跟这个质量 没有关系啊 好 下一个啊 下一个 第六题 这是一道实验相关提醒 材料题 说相关的材料表明啊 大量的交通事故呢 是都是因为汽车超载 或者超速造成的 那么兴趣小组呢 决定对这个超载超速问题 进行一次模拟探究 那么经过讨论以后呢 认为可以用小球 来作为理想的一个模型 代替汽车来作为研究对象 那么如同所示 将小球呢 从高度为H的一个斜面 同一个斜面由静止开始滚下 那么推动同一个木块 同一个小木块 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S以后呢 停下来了 是吧 那么完成甲乙饼三次实验 完成甲乙饼三次实验 其中H1等于H3大于H2 就是H1等于H3 H1这个高度 等于H3这个高度 是不是啊 高度相同 H1这个高度啊 你看看 H1的高度 等于H3的高度 是不是啊 大于H2的高度 对不对 大于H2的高度 然后呢 MA等于MB 小于MC 也就是说 A的质量 等于B的质量 但是小于C的质量 它俩的质量 是小于C的质量 对吧 那所以说 这个C的质量呢 是比较特殊的 C的质量会大一些 用别的颜色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球啊 把这个小球放在同一高度 由静止开始沿着鞋面滚下 是为了控制什么相同吗 这个咱们讲了啊 为什么我们把小球放在同一个鞋面的同一个高度上滚下呢 为什么呢 我们要控制它的从顶端滑到底端啊 控制小球从顶端滑到底端时的出速度相同 对吧 所以说要控制速度相同 你把这个小球放在同一个鞋面的同一个高度上滚下 那控制速度相同 对吧 从顶端滑到底端时的速度相同 对吧 控制不了 对吧 然后下一个啊 说实验中呢 超载超速带来这个危害程度 我们用什么来表示 你看 小球从上面滚下来以后 撞击木块 木块有的时候撞击的比较近 有的时候撞击的比较远 有的时候把这木块啊 撞击的距离就比较近 有的时候呢 撞击的距离就比较远 是吧 你看看 有的时候撞击的比较远 有的时候撞击的更远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它这个危害程度吧 我们是通过这个木块被撞击的距离 木块被撞击的距离来体现出来的 是不是这样 我们通过木块被撞击的距离 体现出这个超载 或者超速 它带来这个危害 好吧 然后呢 第三问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问说 研究超载 研究超载 带来的危害 那么选择甲乙柄三次实验中的 哪两次实验 进行比较呢 超载 那你是不是得控制微量 我得控制速度相同 那速度相同的话呢 那就是说 小球的高度得是相同的 高度得相同 对吧 H1跟H3相同 那就小球从顶端滑到底端时的出速度 就相同 对吧 控制速度相同 然后呢 改变质量 对不对 因为你超载的问题 实际就是质量变大了 是不是啊 质量超过了一定限度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选择甲跟饼啊 甲跟饼 两次实验 进行比较 对吧 因为甲跟饼 你看小球在同一高度 是不是 在那个同一鞋面的同一高度上 速度相同啊 从顶端滑到底端时的速度相同啊 对吧 然后呢 什么不同的 它俩质量不同 对不对 你看甲跟饼呢 它俩质量是不同的啊 甲跟饼上面这个小球 A小球和C小球 它的质量是不同的 对吧 C小球的质量更大一些 对吧 好了 所以说你研究超载带来的危害呢 选择这个甲饼来进行比较 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那个第四题 第四个呢 说在比较超载超速带来的危害程度 对吧 比较超载超速呢 带来的危害程度 然后兴趣小组呢 利用上述的器材进行了定量的一个研究 那得到了数据如下表 那么根据上表中的数据的分析 那么货车超载20%和超速20% 二者相比潜在危害较大的是什么 是超载还是超速 那潜在危害较大的是超载还是超速呢 超载危害较大还是超速危害较大 超载20%或者超速20% 相比较 潜在危害较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 超载或者超速 你得有依据啊 你不能乱说是不是啊 嗯 好了咱得有依据的同学们 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 对吧 我们来分析这个数据啊 首先呢你看 我们先研究这个超载 超载的问题吧 是吧 我得控制这个速度是相同的 那也就是说让这个小球在斜面同一个高度 高度相同 你看我控制高度是不是相同 高度相同就是小球 从顶段滑到底端时的速度相同 控制速度相同 那么呢 你看质量 A小球是B小球的 哎 二分之一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从A小球到B小球 你会发现B小球是A小球的两倍 那就相当于超载呗 那B小球超载呗 是不是这样 好了 也就是说现在超载 百分之百 但是呢 速度是相同的 那你看我们木块啊 被撞击的距离 10厘米和18厘米 对吧 你看你超载百分之百 超载是百分之百 从10 从这个10克到20克 从10克到20克 这算不算是速度相同的时候超载百分之百 那你超载百分之百呢 木块被撞击的距离 相差也只有几厘米啊 相差也就只有8厘米 18-18厘米 对吧 你现在你对速度相同 对吧 速度相同 但是呢 超载百分之百 那质量是原来两倍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呢 那木块被移动的距离呢 也只有是相差了8厘米 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什么呢 超速百分之百的问题 来 如果超速百分之百呢 我们可以用哪两组进行实验呢 进行分析呢 首先如果说你研究超速的问题啊 你得控制质量不变 对吧 你质量的相同 比如说我们用A和D A和D 这两组 是不是 我们用这两组进行实验 对吧 那它俩是质量相同 然后呢 速度呢 你看高度 小球在形面上的高度 是原来的两倍 也就是说 现在属于是超速百分之百 对吧 高度是原来的两倍 小球从顶端滑到底端 使得速度也是原来的两倍 对吧 那如果超速百分之百的话呢 你会发现木块被撞击的距离 相差了多少 相差了28厘米 好了 超载百分之百 木块被 木块呢 被撞击的距离只相差八厘米 超速百分之百呢 木块呢 被撞击的距离呢 相差了28厘米 那你说超载的危害大 还是超速的危害大 你说呢 那必然是谁啊 必然是超速啊 当然是超速的危害大了 超速的危害 是更大一些的 对吧 它的动能更大 破坏力更强 现在我们没有学到这个动能公式 那学到动能公式 你们就明白了 是不是动能公式 现在你们也能看明白啊 EK 等于二分之一 MV方 对吧 高中以后我们要详细讲这一番 对吧 高中以后 现在呢 你不用去记的 当然你记也能记住啊 这个东西好理解 对吧 然后呢 动能呢 等于二分之一MV方 那你从这个公式你能看出来啊 这个速度 速度呢 对动能的影响是更大的 它是V方啊 上面有个平方 对吧 速度呢 对动能的影响更大 对吧 二分之一MV方 好了 然后呢 咱们记着往后看啊 这会需要截屏 截屏吗 不需要吧 需要吗 需要截屏给截个屏啊 截屏扣6 好了 然后咱们接着去研究 接着研究下个板块啊 下个板块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题 无锡的中号题 说如同所示呢 将钢锯条 然后呢 固定在哪呢 钢锯条 这是个钢锯条 锯条 固定在桌面边缘 然后将棋子呢 放在钢锯条的右端 然后用手呢 将这个锯条的右端呢 下压 用手将锯条的右端呢 下压 下压一段距离 好了 我们画一下啊 如果下压一段距离的话呢 那就这个样子了 这个是那棋子 下压一段距离 是吧 然后松手以后呢 棋子呢会被弹起 然后呢 并且达到一定的高度 在此过程当中呢 钢锯条的弹性势能 最终转化为棋子的什么能 你松手以后 棋子被弹起一定的高度 然后弹起一定高度以后呢 是不是啊 锯条的弹性势能 最终转化为 最终转化为棋子的什么势能啊 最终呢 它会转化为棋子的重力势能 对吧 在这个棋子没有离开锯条之前呢 是弹性势能 转化为棋子的那个动能 对吧 那么棋子的动能呢 越往上升 越往上升越高 越高的速度越来越慢 直到到达最顶点的时候呢 它这个动能完全转化成重力势能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锯条的弹性势能 最终啊 它会转化为棋子的这个重力势能 好了 然后呢 增加这个锯条呢 被下压的距离 那么发现棋子呢 被弹起的高度增加 那这个实验表明 物体的什么越大 它的弹性势能就越大呢 我增加 你看 增加呢 这个锯条被下压的这个距离 哎 我让它形变程度更大 增加这个锯条 被下压的距离 是吧 你发现这个棋子啊 被弹起的高度增加 哎 增加 那这个实验表明 物体的什么越大 它的弹性势能越大呀 弹性形变 对吧 哎 弹性形变 它的弹性形变量 哎 越大的话呢 它的弹性性能越大 是吧 因为影响弹性性能大的因素 是什么呢 一个是弹性形变 对吧 形变量大小 另外一个就是材料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记得往后看啊 记得往后看下一个 第八题 又是一套实验前方题型 说一下啊 如图呢 嗯 如图为探究物体动能大小 跟哪些因素有关的一个实验装置 啊 你这是个钢球啊 是不是 探究这个钢球动能大小 跟哪些因素有关的一个实验装置 那么我们看看啊 嗯 实验原理 那么这个钢球呢 钢球 从平滑这个斜面上 由静止开始 向下运动 然后呢 到达斜面底端时的速度 直与钢球起点的位置的高度有关 起点的位置越高 它的速度越怎么样 这个钢球啊 它起点的位置越高 哎 你看看 它速度越怎么样 哎 从顶端滑到底端时的速度呢 它就会越大 对吧 好了 它不说了吗 达到斜面底端时的速度 哎 直与直与钢球起点的位置的高度有关吗 是不是啊 哎 那你这个位置高度越高 它肯定是速度就会越大 因为它是重力是能转化为动能啊 你高度越高 哎 重力是能转化出来的动能更多 你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你速度不越快吗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说钢球呢 从平滑的斜面上呢 静止 由静止开始向下运动 然后呢 在水平木板上撞击木块 木块运动的距离越长 然后呢 运动的钢球所具有的动能就越怎么样啊 嗯 想一想啊 这是它的实验原理 咱们做这个实验的实验原理 这个木块呢 被撞击的距离越长 哎 说明这个小球 能够对这个木块呢 哎 做的功越多 说明小球具有的动能 它就越大 哎 小球具有的动能越大 是吧 嗯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接着往返啊 说实验现象 那么呢 同一个小球 这回是同一个小球啊 同一个钢球 从斜面的不同的高度 由静止开始向下运动 那么在水平的木板上呢 撞击木块 在水平的木板上 哎 撞击这个木块 然后呢 钢球呢 开始向下运动的起点的位置越怎么样 然后呢 木块运动的距离越长啊 你想想啊 它现在同一个小球 在斜面的不同的高度上 由静止开始向下运动 在水平木板上撞击这个木块 钢球开始向下运动的起点的位置 越怎么样 越高啊 是不是 哎 越高 哎 这个钢球开始向下运动的起点的位置越高 然后呢 它从顶端滑到底端时的速度越快 你质量相同 你速度越快的话呢 那你看看你的动能就越大 动能越大 能够做的工就越多 然后木块呢 被撞击的距离呢 它就越长 对不对 哎 就这么个道理 然后呢 咱们再接着往外啊 说质量不同的钢球 这回又质量不同了 然后呢 从斜面的同一个高度上 哎 控制速度相同 是不是啊 同一高度就速度相同 然后呢 静止开始向下运动 那么在水平木板上撞击木块 那么钢球的质量越怎么样 木块运动的距离越长啊 质量不同的钢球 从同一斜面上 从斜面上的同一高度 静止开始运动 质量越大呗 是不是哎 质量越大的话呢 那动能越大 对不对 木块呢 运动的距离它就越长 对吧 你现在是质量是不同的 但是呢 你的高度相同的 高度相同就是速度相同 速度相同 质量越大 动能越大 木块呢 被撞击的距离就越长 好了 这里面他也用到了这个控制变量法 对不对 控制变量法 还有转换法 对吧 然后呢 咱们接着往后看啊 接着往后看下一个 下一个第九题 啊 说成都呢 正在大力发展 那个包括无人机 在内的新兴的一个科技产业 那么快递行业的一些公司啊 对不对 要积极的尝试无人机 或送货 那么一下无人机呢 载着货物呢 数值方向 匀速上升五米 好了 一架无人机啊 载着货物 沿数值方向 匀速上升五米 然后货物的质量呢 是3.6千克 那么体积呢 是2.4乘以10的 负三次方 立方米 重力就小这呢 取10牛顿每千克 求货物的密度 这个简单是不是 好了 这个题的比较简单啊 嗯 求货物密度 先写个解 以致条件都是摆在这儿的 是不是啊 嗯 以致 以致条件都摆在这儿了 你求密度的话呢 指量除以体就行了 是吧 嗯 货物的密度等于它的货量 除以它的体积呢 2.4乘以10的负三次方 立方米 对吧 立方米 最后呢 肉的m比v 货物的密度等于它的货量 除以它的体积 货量是3.6千克 除以它的体积呢 2.4乘以10的负三次方 立方米 哎 立方米 最后呢 我们算出结果呢 是多少呢 算出结果呢 是1.5乘以10的三次方千克 千克每立方米 对吧 哎 最后呢 写个答就完事了 对不对 哎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第二问呢 说提升货物所做的工呢 提升货物所做的工 怎么算呢 嗯 提升货物所做的工 如果是数值方向上啊 哎 重力做工 或者是克服重力做工 我们会想到什么公式啊 这也一次啊 对不对 哎 我们会想到这也一次啊 对不对 哎 答不得这一次 哎 重力呢 乘以在数值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对不对 哎 它上升的高度 或者下降的这个高度 好了 那么等于这一次 重力又等于质量乘以小这 然后呢 再乘以这个H 对吧 然后呢 它质量呢 是已定 是已知的 3.6千克 乘以重力修小这 10牛顿每千克 再乘以这个H是 上升的高度是5米 是不是啊 哎 5米 乘以5米 最后呢 我们算出结果呢 那就是180 哎 180脚尔 对不对 哎 最后写个答就可以了 好了 这题完事了 好了 记住啊 数值方向上呢 对物体做工 对不对 按数值方向上 你看重力做工 或者克服重力做工 我们会用到这个 W等于GH的公式 那如果说水平拉力做工 或者水平推力做工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公式 W等于F乘以S 好了 其实一个道理啊 嗯 好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看还有一道题啊 嗯 还有道题 这道题好几问呢 嗯 来吧 看看这个题啊 第十题 第十题 怎么说的呢 嗯 说我国 我国首款大型的水路两栖的飞机昆龙 AJ600如图所示 那么该飞机呢 蓄水 蓄水后 总质量呢 是53.5吨 为了检测飞机的性能 先后进行了模拟灭火 还有呢 水面滑行的一个测试 它水路两栖的嘛 对不对 先后进行了这个模拟灭火和水面滑行的测试 在灭火的测试当中呢 飞机盘旋在火场上方的150米错 然后呢 将蓄水呢 分次投下 每次投下的水呢 是200千克 然后呢 用时20秒到达地面 然后呢 在水面滑行的测试当中呢 然后飞机呢 在水面上 以10米每秒的速度 以10米每秒的速度 沿着直线 匀速滑行了60秒 那么飞机发动机的这个牵引力的总功率啊 始终保值在这个2.5乘以10的6次方瓦特 水的密度也给你了 重力秀小J也给你了 19吨每千克 对吧 那么第一问呢 他想求什么呢 第一问 他想求飞机啊 蓄水 静止 蓄满水 飞机蓄满水 然后静止在水面上的时候 排开水的体积 蓄满水啊 静止在水面上的时候 排开水的体积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求微排吧 那你说一想到求微排 你们会想到什么公式 一想到求微排 咱们就会想到一些公式 什么公式 肯定会想到福利公式 因为福利等于肉业之微排 微排等于福利 比上肉业乘以小J 好了 你想到微排 肉业之微排 是不是 会想到这个公式 那所以说肯定是突破点就在这了 然后你还要知道 它是个水路两栖的一个飞机 这是个水路两栖的一个飞机 对吧 那飞机蓄满水 静止在水面上的时候呢 排开水的体积 它静止在水面上的时候 它是什么状态 它什么状态 咱们来这个题来分析一下啊 因为写具体步骤得太长 分析一下啊 你从哪是突破点呢 公式是一个突破点 然后还有就是漂浮 它漂浮在水面上 像船一样 它漂浮在水面上的 对吧 它漂浮在水面上的 那你如果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话呢 那浮力跟重力什么关系啊 浮力是不等于物体重力啊 对吧 浮力等于物体重力 物体重力又等于物体的质量 乘以小这 然后呢 物体的质量呢 是53.5吨 就说了吗 蓄满水以后呢 总质量是53.5吨嘛 对吧 那53.5吨 换算成千克 是不是得乘以一千 对吧 那就是53.5 乘以10的 乘以10的三次方 再乘以10牛顿每千克 再乘以10牛顿每千克 对吧 然后呢 等于53.5 53.5 乘以10的四次方 牛顿 是吧 53.5乘以10的四次方牛顿 对吧 那浮力有了 浮力有了以后呢 你要知道水的密度也是个已知条件 对吧 老师那水的密度也知道 浮力也知道 求V排 那就直接用那公式就可以了 用浮力公式的变形公式 V排 等于什么呢 等于浮力 比上肉液乘以小这 对吧 然后呢 浮力呢 我们算一算啊 浮力呢 是53.5乘以10的四次方 牛顿 再比上那个水的密度呢 是1000 千克每立方米 乘以10牛顿每千克 最后呢 我们算出结果呢 应该等于 哎呀 那不就是53.5吗 53.5立方米 对吧 53.5立方米 对吧 那就完事了呗 53.5立方米 好了 在这里面你记住啊 做这种计算体呢 首先呢 你看他求什么 他求这个物理量呢 肯定是有相对应的一个公式的 咱们就会想到这个公式 会想到这个公式 对吧 而且呢 你会让这个飞机啊 是静止在水面上的 它是漂浮的 往往漂浮 哎 都是我们平时解题的突破点 因为浮力它等于物体的重力 好了 然后下一个啊 下一个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说每次投下水呢 下落过程当中呢 重力做的工 平均的功率是多少 重力做工的平均功率是多少 重力做工的平均功率 每次投下的水啊 下落过程当中 重力做工的平均功率 它每次投下水是多少 200千克 上面写了200千克 每次投下水是200千克吧 嗯 然后呢 嗯 这个飞机呢 它盘旋在火场上方的150米处 盘旋在火场上方的150米处 也就是说 从这150米处呢 把这个水给它扔下去 哎 把这200千克的水给它扔下去 用时20秒 到达地面 来到达地面 重力做工的平均功率 其实这个也简单了 是不是啊 也就简单了 其实它条件已经很多了 对吧 每次投下水下落过程当中 重力做工的平均功率 我们再算一下啊 一提到重力做工 你会想什么公式啊 W等于JH是不是啊 JH 然后呢 重力做工呢 JH 然后它是200千克的水 200千克的水的话呢 等于M小G乘以H 那么就是200千克 乘以重力做小G呢 就是10牛顿每千克呗 取10牛顿每千克 再乘以H H呢 是150米 因为它是从150米一处 将这200千克的水给它扔下去的 对不对 所以重力做工呢 是200米 但重力做工的距离啊 是200米 而不是150米 重力做工的距离呢 是150米 对不对 A是不是150米嘛 这高度 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算出结果呢 应该得多少呢 最后的结果呢 应该是等于 三乘以十的五次方 三乘以十的五次方 交文 这是每次投下水 重力所做的工 每次投下水 下落过程当中 重力所做的工 那大家要求的是功率 是吧 求功率的话呢 我们知道啊 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工呗 是不是啊 那功率呢 等于W比T 对吧 W比T 然后呢 那每次投下水 所做的工呢 是三乘以十的五次方 交二 比它时间 时间T 时间T呢 用时多长时间 用时是20秒 每次投下水 20秒才到达地面 也就是 重力做工所用 时间就20秒 对吧 每次投下水 重力所用 重力做工所用的 时间是20秒 最后呢 我们算出结果呢 应该是1.5 乘以十的四次方 瓦特 四次方瓦特 对吧 好了 当然你解这种大体呢 有解 必须都有答 能把已知条件写上 尽量把已知条件写上 咱们这个就是算是 给你们讲几下 思路啊 因为这个空间有限 好了 然后呢 就是1.5 乘以十的四次方瓦特 呗 那么最后一问呢 他怎么说的呢 说飞机沿着这个水面 飞机沿着这个水面 在水面上啊 沿直线滑行的时候 然后呢 飞机所受的牵引力 是多少 你想到这个牵引力的问题啊 你会想到什么工事 飞机沿着直线 匀速滑行时 就在水面上 飞机呢 在水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时候 在水面上啊 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时候啊 咱们来看一下 在水面匀速滑行时 那飞机所受的牵引力 是多少 会想到什么工事 F乘以V 对不对 F乘以V 嗯 好了 牵引力乘以它的速度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工事使用它是有 它是有一个条件的 你必须得是 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 对吧 你用它的一个动力 乘以它的一个 匀速直线运动时的速度 才可以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讲到一个公式 就是 功率 I等于F乘以V 对不对 这个公式的使用 我刚才也说了 它是有条件的 首先呢 你得做的是 匀速直线运动 对不对 你的匀速直线去运动 对吧 然后呢 你用你匀速直线运动时的 动力 去乘以呢 你做匀速直线运动时的速度 对吧 然后呢 那这个公式呢 它是有变形公式的 变形公式的话呢 那就是牵引力 等于功率 比上它的速度 功率比上速度 那么它这个功率呢 得多少呢 功率 咱们来看一下 它都给你这个条件了 是不是啊 它给你这个 飞机呢 它这个功率 已经给你了 是不是啊 飞机发动机 引力的总功率 始终保持 2.5乘以10的 六次方瓦特 对吧 其实这个飞机的总功率 它已经告诉你了 始终保持 2.5乘以10的 六次方瓦特 那所以说呢 它这总功率呢 就是2.5乘以10的 六次方瓦特 除以它的速度 这个物体 匀速直线运动时的速度 那就是10米每秒 对吧 10米每秒 飞机在水平面上 以10米每秒的速度 沿直线 匀速滑行 对吧 沿直线 匀速滑行 那所以说呢 速度也有了 是不是啊 做匀速直线运动时的速度 它也有了 10米每秒 最后呢 等于2.5乘以10的 五次方 牛顿 2.5乘以10的 五次方牛顿 是吧 这个题呢 就解完了 这个题呢 就解完了 好了 这会儿需要截平吧 需要截平同学 可以截个平啊 需要截平同学 可以截个平 太长了是不是 太长了 截不下 截不下 好了 其实功率这个 功和机械能 这个章节呢 难度系数呢 这么说吧 中档 中档 它这个难度系数 属于中档 并不是特别难 真正的 这力学难点在哪 在福利 就是福利那块呢 难起来是真的 有点难度啊 但是呢 功和机械能 这节课呢 有的时候 它会跟福利相结合 你看这个 这个不是福利相结合了吗 是不是 结合在一块了吗 好了 力学越往后 越综合 咱们要慢慢适应 它这种难度 明白了吗 不要碰到一些 还有复杂的一些 一些的提醒呢 我就要退缩了 那不行啊 好了 先把视频的关系啊